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亲近人德之人 之前也有讲过 这个人是会议制 恶人 哪两个人 能够想到自己 就能想到他人 也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欲利 而利人 己欲达 而达人的一种态度 再讲白一点 处处能 替人设想 那我们在判断一个仁德之人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他存心仁厚 而且处处 谦卑 能够以身作折 我们在北京办课程 刚好 老师到三通去处理一些事情 连夜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在 差不多八九点 赶到了北京 刚好我们那时候 正在办 五天培训课 杨老师都还没休息 就到我们办的 这个酒店 来看大家 刚好一些学员 碰上了 杨老师就对他们说 他说 我们的课 假如讲得不好 你们一定要帮我们 指出缺点来 指出缺点来 第二件事 又接着问 这些学员 他说 吃得不好 睡得不好 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 反应 一定要告诉我们 不然我们会招待 不忠 第三点 杨老师又对这些学员说 上课 一定很辛苦 所以你们要多休息 上课辛苦不辛苦 辛苦 所以你们今天要多休息 好 所以确确实实 杨老师 处处怎么样 替人着想 有一次 刚好老师到海口去 我跟他 走在马路上 看到一个老婆婆 推着水果在卖 杨老师带着我 去跟他买了一些香蕉 就老师 就挑了一些 比较烂的 快要坏掉的 买回来 心有疑怎么样 要发问 我说老师 你怎么买这个比较不好 杨老师说 这个比较不好的 假如再没有人买 就怎么样 就烂掉了 因为我们回去 马上就要吃了 所以赶快把它买走 所以其实本来不买水果 一看到是老人家卖的 所以去买 再来也珍惜这些食物 不要把它糟蹋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 他的存心仁厚 来观察 再来从谦卑的态度 我们看到 稻碎越丰满 它就垂得越低 所以海纳百川 而大海却是 跟百川比起来 最什么 低下的位置 好 所以孔老夫子 一生啊 教化了这么多的学生 但是孔夫子说 他一生的言论 恕而不作 代表啊 夫子非常的谦卑 他说啊 我所讲述的这些道理 都是古圣先王 都是尧顺与汤 文武周公啊 传下来的 所以非常谦虚 也唯有谦虚啊 才能跟道德相应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件事 谦卑来看 谦卑来看 那这一点啊 我也在澳洲学到了 因为啊 卢叔叔就做我的 旁边 做了一两个礼拜啊 我还不是卢山 怎么样 正面目 后来幸好有学那一句 是诸赋 卢是赋 我才懂得主动啊 跟卢叔叔啊 举了一共 卢叔叔好 不然我就当面怎么样 错过啊 那可就 差很多了 而从这一件事啊 也深刻体会 真正有德行的人 看起来怎么样 平意啊 敬人 非常谦卑 所以呢 我往后再进入啊 一些新的团体 绝对不会被人家骗了 因为我们年轻人啊 假如听一些人 讲的天花乱坠 我又跟哪一个官员很熟 我这个 家里有多少财产 事业做多大 一般的年轻人 一听会怎么样 哇 怎么这么厉害 很有可能都被带到 错误的方向去了 所以第二点是谦卑 第三点啊 必定是以身作者 都是啊 讲到一定做到 甚至于是啊 先做到了 才说出来 所以啊 做到以后才说啊 是圣人 说了以后 能做到 是贤人 说了以后 做不到啊 叫骗人 那我们要做圣还是做贤 就不要做骗就对了 物质暴物质气 圣与贤可寻致 所以必然啊 时时呢 要提醒自己 以身作者 要能够啊 先从修身 作起 李秉兰老师 我曾经啊 去过他的纪念馆 也感受啊 非常的深刻 老人家确实啊 处处都以身作者 他的衣服啊 穿了几十年啊 都没有换过 那当我们去看到衣服啊 确实看起来还是非常整洁 朴素 那种习物的态度啊 都是做出来的 那看到老人家的 内衣啊 跟袜子啊 都是啊 补了 又补 所以外面看得到的部分啊 都很整齐 代表对人的 尊重 里面看不到的部分啊 都尽心尽力 再把它修补 代表对东西的 喜福态度 李老师的 学生多不多啊 多啊 送他的衣服多不多 多啊 但是他拿到的这些东西啊 都送给他人 时时都看到 别人的需要 那 李老师 他活到啊 九十七岁 才往生 到九十七岁啊 还在讲课 还在讲课 那他的学生啊 就对他老人家说 他说老师啊 你都有这么多学生啊 让我们帮你讲就好了 你就不要啊 再这么样的辛劳 因为老人家九十七岁 讲课啊 是要好几个学生啊 一起把他怎么样 扛上 讲台 结果老人家说啊 他说啊 众人啊 要我讲一天 只要我活着啊 活一天 就要尽力啊 讲一天 所以这样的态度啊 确确实实 都是啊 以身作者 所以李老师 有一首诗啊 写道 未改心肠热 全灵暗入人 但人光照远 不惜自焚身 时时刻刻啊 不忘这一刻啊 帮助众人的心 全灵啊 这些暗入的人 找不到人生出路的人 智慧无法开闲的人 他呢 都是这一份怜悯之心 但人光照远 只要啊 能够让他们的眼前 能够出现光明啊 不惜 不惜自焚身啊 不惜啊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所以老人家 演出了牺牲 奉献的精神 而他的学生 士经空教授啊 也是师智 如己智 把老师的志向啊 也完全啊 当作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的师长 已经 八十岁了 他还在世界各地啊 为了宗教的融合 为了世界的和平啊 还奔波 不断 有一次 老人家在讲课的时候 提到 他说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要啊 发出啊 利益啊 众人的心 我年纪都这么大了 还全世界啊 奔波 有没有啊 哪一位年轻人啊 愿意出来啊 多做一些事情 多为这个社会 国家 世界 多做些事啊 你们假如愿意啊 我老人家 都愿意啊 给你们磕头啊 所以当时候啊 听到师长这样的谈话 我们做学生的 确实感到 非常的 惭愧 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指导啊 我们应该珍惜 师自啊 老师的志向 要当作啊 自己的 志向 所以虽然自己 能力不好 但是也要尽力啊 去依教 奉行 就起了一个念头啊 一定要 帮师长 多做一点事 结果后来啊 过没有多久啊 深圳 就 邀请 我过去 演讲 所以确确实实啊 一个人所处的境界啊 完全是他的心啊 去遭感来的 去遭感来的 能感是真心 所感啊 是境界 所以从 三月份以后啊 我就啊 到各地啊 飞来 飞去了 所以确实啊 在目前的社会 目前的世界 有太多重要的事啊 都需要我们 真心 去付出 在家庭 在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国家 之中 都有 刻不缓 总缓的事要做 而要让这些事情 能够圆满啊 一定要我们怎么样 发出啊 愿心才行 相信啊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所以有这么多好的长辈啊 给我学习 我的内心啊 很欢喜 也啊 非常战战兢兢 因为啊 不能 自己做不好啊 而让这么多的 老师 长者啊 辜负了 对我们的教导 我在 前年 曾经在台中 住了半年 刚好 杨老师带着我 去拜见 徐醒民 老师 徐老师也是快八十岁了 当时候因为 正值过年前夕 所以街道啊 很拥挤 尤其经过一些菜市场 所以晚到了 一二十分钟 当我们才开到 徐老师的 家里的小巷子 都还没到他们家 他早就已经在巷口等我们 因为他怕我们 怎么样 找不到 就看着老人家 恭恭敬敬 站在那里等 我当时候印象很深 学问啊 绝对不是 说出来的 学问啊 是怎么样 真正做出来的 所以要 以身 作者 以身作者 很多次啊 因为杨老师必须在 大陆各地啊 奔波 处理很多事物 有时候刚下飞机 十点 十一点 因为一回来啊 大方广又有很多事物 老师连休息都没有 就马上又开始 工作 常常啊 要再忙到两点 三点 又有一次因为感冒啊 身体啊 有点难受 但是工作量太大 也没有休息 结果熬夜熬到四点多啊 感冒 好了 感冒好了 被什么治好了 浩然 正气 会消毒 所以我们北京就流行一句话叫 熬夜会治感冒 不过这个要因人而异 一定要是 为 为圣贤 为众人 才有这个效应 不然会没效 这都是啊 长者给我的榜样 我时时啊 都放在 心上 那 我也很珍惜啊 可以亲近 人得之人的机会 所以我跟卢叔叔 真正啊 在这一段时间 见面的次数啊 可能五只手指头啊 都算得出来 可是只要我一回台湾 我会掌握机会啊 去亲近他 常常 他一天讲话的时间啊 绝对不会啊 比我少 有时候跟到晚上 卢叔叔 在跟一些年轻人谈话 声音都有一点怎么样 沙哑了 但是还是 不疲啊 不厌 所以确实 人得之人 都是能做到 以身 作者 当我们从这里 去判断 我们就可以 确定啊 这样的人 会是好的学习榜样 会是好的 同餐 道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啊 看经文 一起啊 把它念一遍 泪不齐 流淑重 人者兮 果人者 人多味 言不会 色不昧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不信人 无限害 小人静 坏事坏 好 我们来看第一句 同事人 泪不起 流淑重 人者兮 各位朋友 这一句话 您现在 能不能感受得到 确实 但是 忍者兮 留淑重 是一个结果 结果啊 抱怨没有用啊 必须把原因怎么样 找出来 为什么 现在是 留淑重 忍者兮呢 因为啊 因为啊 失教了 没有圣贤教诲 不明是非 善恶啊 所以纵使现在是 流淑重 其实他们也都是 受害者啊 所谓 所谓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那现在要怪谁 我们再怪上一辈 上一辈说我也没学 然后再找上去 还要不要找 通通别找了 从哪里开始 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不能啊 再让圣教啊 埋没 要让他 彰显 让他能够照亮 这个人间 所以因为失教了 再加上啊 外面的污染程度 越来越严重 所以叫内无基础 外力量又很大 内外夹攻 必然是 兵败 如山倒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 要先啊 不要先看谁 流淑重 先要把自己的 双脚怎么样 马步啊 要扎稳 先保证自己不会怎么样 不会随波 逐流 等你双脚都站稳了 双手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拉别人 可以扶别人 把我们的能力啊 慢慢都增强之后 就能够把影响力啊 从修身 再来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去发展 我们要有信心 只要真正 把圣贤学问 扎根扎好的人 绝对不会随波逐流 他绝对可以从一个人 转 一个家 转 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当我们教到流淑重 人 者 息啊 我们会跟小朋友说 在现在这个社会 你都不丢垃圾 但是别人有可能会丢垃圾 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 有学为人师啊 行为示范的态度 而且要告诉他们 五加二啊 绝对不能啊 等于零 什么叫五加二等于零 这是一条啊 很普遍的数学题目 你们有没有做对 五加二等于零 有时候还会小于零 就是啊 在学校上课上五天 礼拜六礼拜天 回去又看电视 看到半夜 隔天又睡到中午 那两天一磨 有没有进步 能够不进不退 还有点欣慰 大部分怎么样 退啦 小于零 我们有跟小朋友讲 小朋友听了之后都怎么样 哈哈笑 笑完之后就告诉他们 我们绝对不会想这样 我们回去要做 其他小朋友的榜样 而且还要做 父母的榜样 所以这些孩子也很争气哦 回去照常啊 六点半起床 七点开始 朗诵 弟子归 有一次妈妈刚好啊 怕她睡不够啊 没叫她 当她走出 房间的门 看客厅的表 已经超过七点 突然放声 大哭起来 所以孩子的态度啊 习惯 成自然 而且那一个哭啊 不只是因为 没有读弟子归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 她没有听啊 老师的话 因为他们对老师怎么样 非常的尊敬 好 所以留俗众 忍者息 我们了解到这个实际状况 也要常常砥砾自己 提升自己 果仁者 果仁者 仁多味 言不会 色不昧 果然是仁者 一般的人 见到他 都会有 敬畏之心 所以在论语当中 学生形容 看到夫子 望之 言然 远远看到老师 非常有 威仪 让人家 忘了就会生起 恭敬 之心 极之 也温 真正靠近老师 跟老师研讨学问 会觉得老师的 感觉啊 很亲切 因为啊 孔夫子 仁德之仁 都是处处怎么样 替人着想 处处讲的言语啊 都是要 开人 的智慧 所以当然会 深刻感觉 老师啊 为他着想 所以 极之 也温 所以 人多谓 言不会 色不昧 他的言语啊 绝对不会有什么 避讳 都会很正直的 讲出来 因为啊 无欲 则刚啊 所以 我们的格言也有提到 必立千任 无欲 则刚 因为仁德之仁啊 绝对 不是啊 去求什么名 求什么利 所以他的言语啊 都会 直言不会的 指导我们 帮助我们 那 色不昧 这个昧啊 是指 谄昧 阿语 所以因为他们 无欲 则刚啊 不求人 所以也不会 摆出一副啊 这种 讨好的 态度出来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尽 过日少 这个亲人 我们也要了解到 是不是一两个月来亲一次啊 要多久 时时刻刻 来 掌声鼓励 标准答案 那请问一下 如何时时刻刻 你不能在走路的时候 还拿着 地址归 圣人训 怎么样达到 时时刻刻啊 依教奉行 然后呢 放在 心上 放在 心上 那整本经典 熟读之后 就能放在 心上 还有 中国文化 把它 浓缩起来啊 可以有一个心法 只有三个字 我们就很好啊 时时啊 提起来 关照 有没有在 圣教 之中 中国文化 的心法 是哪三个字呢 君 亲 师 天地之间啊 最尊贵的 就是 天地 君 亲 师 很多的省份啊 现在的 池塘 供的那个牌位啊 还有 天地 君 亲 师 其实啊 这些君 亲 师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 天地 之德啊 落实在 历生 落实在 齐家 落实在 贡献 社会上 所以中国人对于 君 亲 师 特别的 恭 亲 而这个君 亲 师 除了身份之外啊 还有他本质的意义 我们只要时时 告诉自己 有没有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这样你就能 时时啊 在 圣道 之中 那很多人说了 那我又不是 企业老板 怎么坐之君 这个君啊 是指 以身坐者的意思 是指领导 以身坐者 也就是 身教啊 再来 坐之亲 这个亲 是指 关怀 爱护 把他当 一家人 看待 叫坐之亲 再来 坐之师啊 是代表 教导 代表 因才 是教 这个呢 是教导 是言教的部分 也是抓住很多的 机会 教育点 而这个君亲师 一定可以解决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 问题 当人与人的问题 可以解决 那人与社会的问题 能不能解决 整个社会啊 只是人群的积累 所有对待人的态度 你只要掌握到了 人与社会的问题 就解决 那人与自然呢 一定可以和睦 相处 因为孟夫子 告诉我们 亲亲者 亲亲而人民 就可以爱护人民 爱护众人 人民 而爱物 就可以啊 这种仁慈之心 可以延伸到 对于万物 的关怀 的尊重 所以只要能把 人与人的关系 除好 将是天下 太平 所以我们在 人与人当中 时时提醒自己 有没有做到 君 亲 师 用这样的态度啊 道业精进很快 但是我们现在也听到 家长 说孩子 不好管 老师呢 说学生 怎么样 不好教 老板说员工 怎么样 不好带 那 这些是结果 原因 在哪里 原因在哪 儒家的一句心法 叫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他的典故来自于 忠庸 在忠庸里面 孔夫子提到 色有似乎君子 这个射箭啊 就好像君子之道 那我们看看 射箭的时候 把弓拉开来 准备发射 色有似乎君子 弓箭发射出去 结果呢 没有打中目标 叫做 施诸 真骨 这个真骨啊 是指 目标的意思 射出去 没有射到目标 怪谁 反求诸其身 要怪自己 技术 不好 结果现在的人士 射出去 没有射到 马上就说 那一支箭 是哪一家公司做的 我做这么差 这一支工 就是哪一家企业做的 怎么做得这么烂 都没找到什么 问题的什么 贞结 所在 所以 孩子不好教 员工不好带 都没有 反求 诸其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现在的家长觉得 孩子教不好 就是没有真正落实 君 亲 师 我们来看 现在的家长 有没有以身 作者 有没有 可能啊 都叫孩子 要做弟子规 要孝顺 父母 结果对父母 讲话 的态度啊 可能又不好 那小孩 上行怎么样 下校啊 上行 下校 我记得啊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是有一个地区 他们有一个不好的风俗 就是 父母啊 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把他们背到山上啊 就放在那里 自己就回来 他的儿子看啊 很不忍心 都一直劝他 说不要把爷爷啊 放到山上去 但是他的父亲不听啊 父亲不听 后来啊 他跟着父亲啊 把爷爷背上去 放了以后啊 正准备回来 结果这个儿子啊 就去把这个竹楼啊 主动地捡回来 他的父亲就跟他说 那个竹楼就放那里就好 你怎么还捡回来 结果这个儿子啊 就对他父亲说 我要拿回来啊 以后可以背你上来 这个儿子有没有智慧 有啊 他用这种山桥啊 把他父亲的这个笑心 先唤醒一下 他也会顾虑到 哎哟 那我不笑的话 我的儿子马上怎么样 学去了 所以家长假如没有当好榜样 上梁不正啊 下梁顶歪 所以接触的人越多 越能深刻感觉到 家教啊 真实 不学 所以呢 我们为人家长要先考虑到 君有没有做到 再来 家长一定说 亲我有做到了吧 亲是爱父啊 每天都尽心尽力 赚钱给他花 是不是爱父 假如这个爱父没有智慧啊 爱之 注意啊 爱之 把他宠坏了 那还得了 所以 闽南话 提到 想鸡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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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派进人家家狗 你看啊 地方的禮语都含有人身很深的智慧 因为这些都是老祖宗怎么样 传下来的 都是去无存经 一句话就可以让人身很大的提醒 我们来看一下 想第一个阿兆 宠猪啊 宠到他跑到你的厨房 把你的罩都怎么样 掀掉了 你看这句话多有道理 现在的养那个狗啊 那个没有把他好好教训 跑到船上去那里摇尾巴 主人说你给我下来 他还不理你 因为他知道你的底线到哪里 狗都会探你的底线 那忍会不会 所以你教育孩子一定要非常有原则 不然一定会被孩子给你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猪都不能宠了 人呢 更不能宠 所以宠儿子他就不孝了 所以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 有一对夫妇养了六个儿子 哇 高不高兴 六个都儿子呢 养了六个儿子 给他们买了六间房子 娶了六个老婆 一个人一个 通通都把他安排好了 这样的父母伟不伟大 结果下场如何 没地方住啊 这样是爱妇孩子吗 嗨啦 从小到大什么都把他做好了 他只会生起一个态度 父母帮我做的都是什么 应该的 所以到最后啊 大儿子还有一点良心 在一个猪舍旁边啊 盖了一个小木屋 给他们夫妻住 旁边的邻居看不下去啊 告诉他们 告你的六个儿子 要不要告 要不要告 要不要 居家借真诵 诵则中凶 假如真诚告瘾 好 六个儿子分配下去 每一个人养两个月 这个养起来是什么结局 可能媳妇拿饭过来 用丢的 赶快吃啦 本来退休以后 还可以活十年 二十年 结果去被六个儿子奉养之后 只能活三年 之后又得癌症 每天气死了 所以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所以教育孩子 要以德为本 这样才是真正爱护他 再来我们看看 为人 还没讲完 生女孩不好 生女孩不好 生母差劳 所以连太太都不能宠 因为宠了太太之后 她会一哭二闹 怎么样 山上吊 你上班 上到一半 突然电话响了 都会突然 哎呀 打得兜售 会不会是我太太又有什么事情来了 到最后是事业家庭 都会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娶妻 要娶什么 娶嫌 现在的男人懂不懂 不懂 不能怪他们 他们又没有学过官居 没有学过诗经 第一篇说 观观居咎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为什么观居 是诗经第一篇 居然是谈鸟 居然谈窈窕淑女 诗经啊 是中国一本 相当重要的经典 为什么第一篇谈观居 有大学问啊 五轮之首 五轮当中最关键的是哪一轮 夫妇啊 所以第一篇文章就谈 夫妇之道啊 所以告诉 为什么要用鸟呢 来告诉人呢 都有学问的 我曾经就问初中生 我说窈窕是什么 义士 他们有一个女 出恶的吧 他就回答 身材较好的女性 我说啊 圣人的义士已经 面目全非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走出去 很多瘦身广告 都用窈窕嘛 适适而非啊 所以也不能怪他们 窈窕啊 是指非常有贤德的女性 那为什么 观居摆在第一篇 因为啊 这个观居啊 他找到一个伴侣啊 终身不患 所以因为啊 人很好面子 假如你直接告诉他 你怎么可以 把你太太忍弱了 他会回答你 你管我这么多 是不是 但是你用这个 诗词 告诉他 你看 这个鸟类啊 都不愿意背弃他的伴侣 我们当人 怎么可以连鸟都不如呢 用这个方法 他假如有惭愧心的 马上怎么样 知道受恋了 知道受恋了 假如没有惭愧心的呢 你也没有跟他结怨了 所以为什么诗经里面 有这么多 虫鸣鸟兽的名称 都是用来批语 用来唤醒人的信德 唤醒人的良知 好 所以找伴侣啊 要找贤德的人 所以在官居里面又提到 称吃信菜 左右才知 这个信菜 是在济世祖宗的时候 要放在 这个济世的祖宗面前 那这些信菜啊 谁去采 谁去采 媳妇去采 这很有意义啊 代表呢 好的媳妇啊 去采这个信菜 来济世祖宗 以告诫 祖宗怎么样 以这个 让祖宗啊 在天之灵 都能觉得很 欣慰啊 因为娶了一个好媳妇 可以怎么样 旺三代 但是娶了一个不好的媳妇呢 那老祖宗要垂类三代 好 所以娶太太啊 嫁老公很重要 所以婚礼是中国礼仪当中最怎么样 最慎重的原因 在此 好 所以太太不能宠 先生呢 也不能宠 所以 想要不要宠 想要宠 想要宠 就是你把先生宠坏了 他在外面啊 流连忘返 你在家里 孤枕 难免 独自啊 哭泣 这样就很不好 最后 女儿怎么样 也不能宠 因为把女儿宠坏了 嫁到别人家的家里啊 很可能搞得人家 鸡卷不灵 还有鸡飞果跳 所以 这个 娇女啊 娇女儿是大事 现在很多 年轻人 嫁出去啊 脾气很大 三天两头 脾气一来就说 我要回什么 回娘家 结果一回娘家 这个 她的父母啊 居然跟她说 没关系 回来 父母给你当靠山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么做啊 是不是爱孩子啊 是不是 不是啊 女儿这一生啊 要为人父 为人母 一定要学习 懂得 忍耐啊 懂得 在境界当中啊 去考验 假如一考验来 马上就 退回去 那她这一生 该学的 这一些学问啊 她就怎么样 学不到 好 所以啊 女儿不能宠 我记得啊 小的时候 曾经啊 外公外婆啊 到我们家来 而外公外婆 到我们家来的次数啊 非常 不少 几乎啊 十只手指头都怎么样 算得 出来 那每一次 我的外婆啊 走进我们家来 然后我就看着啊 外婆呢 握着我奶奶的手 边走啊 就边说 哎 我这个女儿啊 嘴巴不够甜 我这个女儿啊 动作又很慢 我这个女儿啊 有很多缺点 就一路啊 把我妈妈的缺点 都一一数落出来 结果当两个老人家都坐下来 我的奶奶就说 哎呀 这个媳妇好啊 哪里好啊 又哪里好 我在旁边看着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懂了 自己家人的不好 要怎么样 自己先说啦 自己女儿的好啊 留给婆婆说啦 所以人情恋答 接文章 而这些人情恋答 往往都在 这一些长辈啊 这一些已经有很多 人生历练的长者身上 才学得到了 所以我们年轻人啊 要注重伦理 一定要敬老 尊贤 不然人生会吃大亏 好 所以父母啊 爱护子女的方法 也要对 才是真正做到情 再来 要做到什么 试 该教导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 这个机会 有些父母啊 教育敏感度啊 太低了 该教的时候啊 都没教 慢慢的孩子养成了 坏习惯了 就为时 已晚 所以父母 为什么教不好孩子 因为时时没有 拿什么来关照 君 亲 师 相同的 长官为什么不能把 员工带好 为什么 可能啊 我们只是因为 有这一份 经理 总经理 但是没有 以身作则 底下的人 服不服 很难服气 再来 除了当经理之外 有没有把员工 当亲人看 假如没有 这个工作气氛 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好像每天像机械室一样去上班 所以我们当主管的 比方说到哪里 去玩了一趟 可以买一点当地的什么 民产 请所有的员工啊 一起啊 来分享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上司领导人 处处怎么样 想到我们 把一个公司的气氛啊 经营的就像家庭一样 这是做到亲 再来做到师 新进的员工 都有很多不懂之处 我们当领导的 也要啊 处处提息 处处指导 当然都能真正做到军亲师 相信员工啊 会对你非常幸福 非常尊敬 最后老师要教好小孩 也要以身作者 做到军 也要啊 对待学生 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做到师 亲 最后 该指导孩子的时候 尽心尽力 做到师 相信啊 只要把军亲师做到了 都一定啊 可以教好学生 教好员工 教好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们 只要实时用军亲师 去关照自己 相信啊 你的道德学问啊 越来越提升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说到这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